中秋家里要是来客,一定少不了这道下饭菜 谁让您牢记七放两不放的诀窍 自己在家也能做出比饭店还要好吃的味道 软烂不塞牙,想吃多少卤多少 而且做法也特别简单,记得点赞收藏好 首先做这道卤牛肉啊,我们最好是用牛腱子肉来做 因为它肉和筋比较多,吃起来会更加有嚼劲 咱们这儿卖35块钱一斤,也不知道你们那里要买多少钱 是不是比我这里还要便宜一些 我们先把牛腱子对半切开放到盆里面 这里大家要记住咯,这卤牛肉千万不能直接焯水 不然它的腥味就会特别的重 我们只需要撒上一大勺的盐和一点白醋 然后倒入没过牛肉的清水就可以了 因为淡盐水和白醋呢,能渗透到牛肉里面 不光能把牛肉里面的血水给它泡出来 还有软化肉质的作用哦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泡出很多血水啦 然后把泡好的牛肉放到锅里面 再倒点广东米酒去新增香 水开之后给它煮个五分钟 这一步咱们一定要特别留意 咱们买回来的新鲜牛肉一定要冷水下锅焯水 这样水温瘦了均匀 才能够把里面残留的血水都给它煮出来 煮开之后上面会有好多浮沫 这些都是腥味的来源 我们要给它撇干净 然后捞出来再用温水清洗一遍 这里千万不要用冷水 要不然就会久顿不烂 吃起来特别的塞牙 下二嘛,我每天都在分享简单又好吃的美食 能不能给个小红星支持鼓励一下呢 非常感谢大家 接下来烧一大锅的开水 放入葱姜,干辣椒,一大勺盐 一勺生抽,一勺老抽 一勺把老冰糖和一勺黄豆酱 然后把牛肉放到锅里面 这里要记住,我们自己在家卤牛肉呢 第一不要放料酒 因为料酒和牛肉一起煮的过程当中会发酵 而让咱们的牛肉吃上去口感变酸 第二是不要放大蒜,因为放了大蒜会有一股生蒜味 那么想要咱们煮出来的牛肉好吃啊 下面还得放这几样香料 一是放小茴香 小茴香能把牛肉原有的香味都给它激发出来 二是放山楂 山楂可以软化牛肉的肉质 三是放白芷 白芷能够去腥增香和解腻 还有八角,桂皮,花椒,橙皮等等 这些香料呀都是在外面的调料店都可以买到的 用袋子给它装起来,放到锅里面 然后给它盖上盖子 开小火卤上一个半小时 卤制的过程中咱们一定要控制好火后 如果火太大,容易导致牛肉外层猪了 里面却还没有入味哦 卤好之后千万不要着急拿出来 让牛肉在卤汤里面泡上一个小时 测泡过的牛肉酱香味会更加浓郁哦 这样一道简单又美味的卤牛肉就做好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肉质鲜嫩,软辣入味,还不塞牙 酱香味十足,用来招待客人一定会非常的有面子 好啦,今天要乳牛肉就分享到这里了 要是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我会一一为大家解答的 最后别忘了点个赞加个关注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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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